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一個其實台灣還沒有進的 EB的一個叫倩侶幽魂的令台城 也是永遠偶像哥哥的一個玩偶 那這隻呢從官圖上面其實看他做得非常的逼真 那這一隻目前贊助的是FB上面的朋友羅大贊助我來開箱的 因為實際上台灣的VIVI的那個版本目前並還沒有到貨 所以這個是廣州的玩具展 然後他購買直接拿到現貨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外盒的部分 首先你可以看到這個外盒呢其實就有點那種 像以前的書組繭的那種感覺 那他就是把外盒設定成這種感覺 然後整個這個都是那種類似皺皺的那種紙的那種部分 那這是背面的部分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邊也類似像竹樓這樣打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可以這樣子翻開 然後翻開之後呢 我們把它翻開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好那打開之後呢你可以看到 第一頁裡面呢其實它有一些 它應該是不只一層啦 所以第一層裡面就是我們的主角 那主角呢我先把它拿出來 放到旁邊來 然後再來有一幅畫 這是第一層的部分 那第二層呢應該就是它的主樓跟配件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層的配件的部分 那我們把配件的部分都拿出來 我們等一下方便介紹 我們等一下方便介紹 除了底座我就不拿了 其他的部分呢我們把它拿出來 然後把盒子放在旁邊 方便來介紹這一個角色的部分 好那我把這個放回來 好首先呢我們把配件放在旁邊 來看一下到底附了哪一些東西 好那我們先看第一層了 第一層附了一幅畫的部分 那這個呢是 就是那個小芊的捲軸的畫 那 我們把它拿起來 它就是真的像 一般的那種 圈子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這個畫還挺有誠意的 就是做起來真的像 以前的那種畫 然後圈子做的 然後這邊 有綁住 那你當然可以捲起來 那 不過我就不把它捲起來了 也許你可以捲起來 插在它的竹樓裡面 那這個是 畫的部分 放錯個 好那再來呢就是它的 標準的雨傘 就是要把小芊藏在裡面的 雨傘 因為如果以前看過就知道 基本上鬼魂白天是不能出沒的嘛 所以它必須藉由 閃的部分藏在裡面 那這個閃呢 是真的可以打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閃設計 就是像以前的那種 油 油紙閃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類似像油紙的部分 然後這是整個紙閃的感覺 所以整個紙閃也有 古色古香的部分 那真的要挑呢就是 上面並沒有做一些 舊化的部分 就 就非常的新的一個 紙閃 那也沒有任何的 紋路 好那這個是這個閃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 收下來 好那再來就是它的 配件 配件 那配件呢 其實手有點少 你可以看到 手只有 三個 那主要就是一個拿紙閃的 然後 一個握拳的 然後跟一個自然的那個 自然的手勢 那這個應該是 喝水用的 那這邊呢它基本上 可能要板在竹樓或掛在腰間 不過目前並沒有 說明書上面 應該是說它沒有說明書 所以你不曉得這個 到底要掛哪裡 那不過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配件是真的竹子做的 所以這個是還蠻用心的 不像HATOE 到後來都是用 什麼都是塑膠的 那這個是真的用 竹子去做這個 竹樓的部分 所以它整個 真實感就不一樣 那再來呢就是 招魂鈴嘛 就是叮咚叮咚 你看真的有聲音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是金屬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非常 有誠意的部分 這個是 鈴鐺 那這一片呢 是那個 螺盤 那螺盤呢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點簡陋啦 那不過它可以打開 打開裡面 你可以看到 螺盤的部分 那這個我就覺得 有點解凍 因為螺盤至少裡面 應該是銅的嘛 然後 指針也是鐵的 它實際上才會因為 受低吸引力跟 那個 正負極的影響 它會轉動嘛 這也是螺盤的一個原理 那不過它 這個並沒有做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 在做的時候 它其實是做得到 因為有這麼小的指南針 我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其實 其實這種是做得到的 它就是 螺盤的部分 好 那這就是它的 配件了喔 再來呢 最後就是這個 比較大的 它的一個背包 那這個背包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都是木頭 它都不是塑膠 所以它整個質感都是 依照實際的材質去做的 所以這個是真的 做得很 就是很考究 而且很用心的部分 包含 綁的線 就是後來綁上去 然後是 像那種麻繩那種 綁上去的部分喔 特寫 你可以看一下質感的部分 所以這個 背的竹樓這個 其實做得非常的 就是考究跟真實 然後這邊都是棉布 好 那這個應該是放剛才那個 水壺啦 就是竹樓的水的部分 這邊還有兩個 牌子 OK 那這個是這個 竹樓的部分 它上面是遮陽的 那裡面呢 就是空的 裡面 它應該沒有放什麼東西 它裡面就是一大堆 你把它拿出來 你可以看到 一大堆就是小小的袋子 都綁在周邊 好 所以它只是把這個 一大堆小小的袋子 塞在裡面去而已 就是你可能放你的東西 放完之後可以把它 塞到你的 竹樓裡面 然後把它 蓋起來 然後這邊有線 你可以把它 綁起來 好 這個就是竹樓 那再來呢 就是主角啦 所以主角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 先讓它 背上這個竹樓來轉轉的啦 好 那 主角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為了等一下讓它 拿陽閃 所以我們 換一個手勢 那 它的手勢比較不好的是 它 只做了右手是可以拿東西的 左手是 應該只做了左手是可以拿東西 右手是不行的 所以呢 你另外一個手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做拿東西的部分 你只能 單隻手拿那個招魂靈 或是陽閃 或是水壺 另外一個手就完全沒有那個 手勢是可以拿東西 只是手 就是有點小氣啦 少附了一個 就是右手可以拿東西 反倒只附了 左手的部分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主角的部分 主角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衣服並沒有做什麼 舊化的部分 稍微把攝影機剪進一點 好 衣服並沒有做什麼舊化 那最重要的首先 先看頭雕 其實頭做得非常的 真實 也是這一款的一個 特色 那這個 頭雕的部分呢 可以看一下 好 那這是正面 好 那這是 背面 那帽子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 裡面的頭髮就是 可以看一下 所以還有 啾啾 好 那這是 帽子拿下來的部分 那不過戴著帽子比較好看 好 那這是 頭髮的部分 那身體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就是 就是 寬鬆的 像 道士服的一個 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衣服的部分 那衣服呢 就是那種 麻布的質感 那也沒有刻意做 一些污漬啊 或是 舊化的部分 就整個非常乾淨 然後這是 裡面的褲子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怎麼說 因為是圈圈的褲子 不曉得以前 真的是這樣子 圈圈的褲子嘛 有點像 現在人的 睡褲 好了 鞋子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 鞋子很特別的是 很奇怪的 這隻腳是有綁 麻繩 這隻腳是沒有的 那我不曉得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還是 還是 怎麼樣 就是可能 電影的設定是這樣子 或是 EB故意做的 就是一邊是有綁麻繩 一邊是沒有的 那褲子 然後 裡面的衣服 就是 上面這一件啊 所以裡面的衣服 並沒有什麼 其他 而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裡面的衣服 就上面這一件 那在 這褲子穿到腰際 然後再脫下來 就是素體 好所以 他就裡面這件衣服 沒有在內衣的部分 好那這就是他的 衣服跟 配件 那不過整隻我覺得做得非常的 不錯啦 所以主要是 神情非常的像 那這是他的 特色 好那等一下我把那個 竹樓背上去 讓大家來看一下 轉轉熱的部分 好那我把竹樓背上去了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各個角度的部分 那這隻呢 我覺得其實是 非常經典的一隻腳色 就是 如果你對 傳統東方的人偶有興趣 我覺得這隻 算是必買的一隻腳色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也是 目前以來說 張古宏裡面 算是做得非常像的 一隻腳色 那這是後面的竹樓 那 閃的部分 好那再來就是神情 跟頭雕的部分 好那最後呢 一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 去關注我的大人玩具開箱 然後呢 如果有什麼需要預訂的商品 也歡迎找我預訂 那謝謝大家 收看這一次的 獻女幽魂 宁采誠的搶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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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